嗨,大家好,我是Jerry藥解藥 或者是你可以叫我Jason 今天我要分享的视频是 来台北之前需要准备的事 还有分享我在台北的旅行当中 体验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不是我的第一次来台北 所以要来台北之前要准备的事 第一个就是要先预先订购 悠悠卡,悠悠卡就是搭公车需要到的卡 充值卡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有那个Touch and Go的卡 悠悠卡可以用在大捷运跟巴士 或者是你要买一些食物 就是在便利商店可以用到 对,可以用到悠悠卡来买东西 所以你可以去现在Klook 就是客户APP里面订购这个悠悠卡 然后到了桃园机场 去找那个游客帮那边去领取你的悠悠卡 你不要预订的话 你可以到他们的捷运站那边购买 或者是他们的便利商店就是711 711 711 Family Mart也是可以用得到他们的悠悠卡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要预先购买SIM卡 就是SIM卡,就是电话的卡 对,我是在Shopee購买 如果你是想要在Klook 就是客户那边APP购买也可以 Klook的话就是先订购了 然后到了机场那边才领取 如果是Shopee的话 我的是先邮寄过来到我的家 然后是带去 然后我在机上换了那个卡 然后到了台湾才打开那个连线 对 第三个是你要先预算就是在台北 一餐的花费平均是多少 方便你去预算大概你要大概多少钱 来花在这个你的台北旅行 所以在台北一餐吃一餐的时候 大概花费是100台币到200台币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数个令吉就是大概是100台币 我们这里吃一餐如果便宜的话 还是可以找到好像8块钱的鸡饭 8令吉还是7令吉 面也是可以到8令吉到7令吉 然后这位是比较大碗的饭 金鸡饭那种 那就可能就是10令吉以上 如果你要搭自动手扶梯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打算要走快扶上梯的话 在那个手扶梯上你就要靠右手边就是站着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 其实我们是靠左边 如果你没有想要快步行走的话 你要记得这个差别 不然你站错边 然后就会阻碍到别人的走动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打算搭捷运或巴士 要去比较郊外的地方 比如说9分或10分 那你就要先查询那个他们的时间表 就是他们会各多少时间 会再来一趟一样的巴士 或者是一样的火车、地铁 因为如果你一错过了 就可能要等很久才会有下一趟的车 后面我想要分享的是自己体验到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蛮佩服他们的捷运站 他们的一下街跟捷运站都蛮大的空间 可以容纳很多人 就不像马来西亚的 就算在吉伦坡市中心 我们的车站其实都不是很 不是每个车站都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 那么多人 比如说他正在KLCC KLCC我们要搭的那个车站 如果有时候车坏了 那些乘客就要在外面等的时候 其实会挤到满出来 就是我们车站的设计没有那么周到 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要 可能万一有意外的话 就要容纳多少人 这样子对比起来我觉得 他们是做得比较好 从第一次我去台北到现在第三次我店面的服务员 以前我会记得他们每次会说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这个字 但是现在我去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对白了 就比较多好像会是叫你 你可以进来试试看啊 还是进来试吃 就不像以前是说欢迎光临了 大捷运的时候 如果是很多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点难行动 就是走动的方 他们如果你要走的方向 你要换方向的时候会比较难 因为很多人会可能在这个方向 你要超越他们的话 要换方向的话就是会比较难 就是可能他们的人就不会停下来 就是你可能要跟他们说不好意思 可以让位还是这样嘛 才可以过去 不然就要等很久 食物方面我没有特地去去找 去上网找一些什么特别的美食 还是怎样 因为我就想可能 可以在街边找得到好吃的食物 因为从上次第一次去 我记得很多那些路边的摊 卖早餐还是卖小食 就好像葱抓饼那些 但是这次我来的时候 看到比较少 我没有特别想要尝试什么食物 因为我觉得台湾食物就是中餐 就花人餐 马来西亚也有台湾开的餐厅 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想要去尝试什么特别好吃的食物 因为反而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找到一些新发现了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冲抓饼就有点像我们本地的马来西亚的Roti China 就是那个印度饼 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或者是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想吃 但是我去他们的夜市 我有留意到他们很喜欢卖那个香肠 或者是牛肉面是他们的特色 但是我也有吃他们的牛肉面也OK 不会难吃也不会很让我难忘的食物 就觉得OK好吃这样子 而且我们有留意到就是他们很少卖凉茶凉水 就是菊花茶 冬瓜茶冬瓜水 他们的特色是卖那个白苦瓜 就是他们的凉茶凉水就是可以降火 我有看到那个荡口那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白色的苦瓜是什么 我就看起来觉得是玉米吗 因为我发现好像比较少看到那个珍珠奶茶的 我只是看到有那个幸福糖 那是幸福糖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分糖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想要去试 最常会看到的就是水果店就是卖糖水果果汁 或者是一些糖水果芋圆的或者是那个爱玉冰 对跟那个仙草对 如果你是想去台湾看到比较多台湾人的话 那就不建议你在多游客会来的期间去 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只是看到很多游客 不是看到他们的本地人对 但是我去那个夜店的话 就在这样的期间会有很多人 所以去夜店或者是酒吧也是要排队排很长 所以我来讲的东西就到这里咯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如果你要留言跟我分享更多 关于台湾台北的东西可以留言到 留言区这里 然后我会再见你下一次 拜拜 不知道怎样结尾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